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熊总 您来了 今天您一个人啊 还是上老包厢吗 我学佛了 不但不是来吃狗肉的 还是特地来买狗放生的 这些狗我全要了 放生 熊总 这客人还都等着呢 您就给留几只吧 怕我没钱呢 我多给你钱 不是钱的问题 这里有十几只狗的 你也没地方放啊 谁说没地方放啊 放西郊后山呢 全放了 真要放了 叫你放就放 哪儿那么多话啊 放放 熊总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这可是大功德呀 哈哈哈哈 这可是大功德呀 哈哈哈哈 黎老 您看 这些狗 昨天没有啊 哪儿来的这些狗 等到 看老夫 哎呀 您刚心被狗咬着 那快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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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那些狗是不是人家放生的呀 不清楚 王老师 这位熊先生想和您谈一谈 有什么事吗 那些狗都是我放的 熊先生 这么多狗因为您而绝地风生 这可是大功德一桩啊 只是如果能够在放生之前 仔细地评估对放生地点的冲击与影响 做好放生场地后续运作的规划 那就更加的功德圆满了 早该向你警告的 那还有什么该注意的呢 还有要配合国家的法令政策 有些地区禁止野方特定物种 有些地区要事先提出放生申请 最重要的是放生是按众生的心 要细心周到 处处为众生着想 谢谢王老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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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办法 我想请些人把这些狗都找回来 在这儿建个爱心员 让街上的流浪猫 流浪狗也都能住在这里 好好 如果能请兽医先做结扎手术 或是公母分开饲养 那会更圆满的 无畏不失得健康长寿 您真是这些众生的大菩萨呀 熊总 是啊 慈悲救命 功德无量 应该的 应该的 那些流浪狗真可怜 他们对主人永远都是忠心耿耿的 但他们的主人却狠心地抛弃了他们 他们一定很伤心的 小郑说得对 既然养了它 就不应该喜欢的时候爱得不得了 不喜欢的时候就把它们丢弃 我们对动物也应该有一份道义 情谊 对 有缘才会共聚一堂 应该像对待家人一样 疼惜他们 但愿众生得安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